要把佛教带出宗教 因为佛法本来就不是宗教 它是世尊对一切众生至善美满的教育 我们希望它能够脱离宗教 恢复教育的本来面目 才能够普遍利益社会广大的群众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以夏老有见于此 将这个名称定作学会 我们现在遵从他这个建议 学会实际上跟连世是一样的 只是在名称上换了一下 那么进宗学会怎么个组织法 需要多大的规模 多少人数 说在家这个没有一定 一切随远 不必勉强去做 你们在一个地方念佛洪法 人数 人数逐渐逐渐多了 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个聚会的场所 这不就是自然形成的吗 向台中 往年黎宾南老居士 到台中来之后 他就学他的老师 没到一个地方啊 就给人家讲经受罚 劝人念佛 利用公语的时候 在朋友家里 五个人 十个人 他就讲起来了 以后啊 越讲人越多 这人家家里 客厅太小了 容纳不下了 觉得 有需要搞一个小讲堂 这才动个念头啊 我们搞一个联系 在绿川 买了一栋 旧房子 重新整修了一下 规模很小 那个讲堂呢 只能容纳 一百一百多个人的样子 大概一百二十个人呢 就寄得很满了 要用 我们现在台湾这个制度来讲呢 大概是五十瓶的样子 从前连设的大店呢 大概只有五十瓶 连设现在的规模 这是几十年 逐渐逐渐 扩展 把旁边 邻居啊 有的时候 他们离开了 移民到国外去了 把邻居的房子 买来 扩大 最近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它是整个测掉 重建的道路